那我副總編的媒體朋友 左邊的看一下 好 以及右邊的辛苦你了 謝謝 謝謝 那也要給我們副總一個掌聲好不好 謝謝副總如此大方 好 很好 拿下來一點點 OK 好 加水就收拾 好 這個禮拜的禮拜二中午 差不多中午的時間來的 四天三夜 二三四五四天三夜 他們這次配的專案是 買12 Pro Max 送12 mini 所以說 都有了 不用考慮 都有 你比較喜歡哪一些 四五次的顏色嗎 比較喜歡12 Pro Max 太平安藍 對 那是什麼原因 你會想要選擇 因為它第一 這次的顏色好看 第二是 Max 它有加了蠻多 訓練沒有的功能 像它的 LiDAR 雷射 還有它拍照的品質也提升了很多 夜拍 聽說比上一代 十一清楚更多 重點是 我也是雅太的粉絲 每年都來 是因為它CP值很高 然後又加上它今年5G開台 是雅太在加遠傳的網路 我覺得應該是天下無敵了 無限可能 真的是天下無敵了 對 每次afe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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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機 我相信它的quality應該會剩餘其他的家這樣子 那你 想要什麼樣的機器 或是想要什麼樣的顏色 我們是要那個 Pro 的 256G 太平洋藍 因為它以前都沒有出過太平洋藍這個顏色 對 所以覺得蠻特別的 最主要就是它太平洋藍 特色就是它邊框變成就是 呃... 直角平面的這樣 對 就是蠻有質感的這樣 我覺得最期待的是 5G 的這個速度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這是我最期待的部分 顏色有哪些比較習慣 顏色的話當然是新色啦 太平洋藍色 太平洋藍就對了 對 對 所以你本身會想買什麼樣的機器 我本身是買 256G 的 然後12 Pro 然後太平洋藍 對 太平洋藍 太平洋藍 雖然會看到很多人 這裡